本來是這樣 然後組 電鍍片 上次地震你有沒有倒 沒有 這麼厲害 走近最愛的模型店 民進黨桃園市長候選人 曾韻彭 從模型組裝到零件材質 滿是好奇不停發問 但這一趟他可是有備而來 挺慘 甚至公司都換名字了 對啊 然後他 這次可以機器人變機車 拿出自己超過20年的鋼彈收藏 要老闆幫忙想想辦法 只是已經脆化黃化的零件 實在很難再修 而身為兩個孩子的爸爸 走訪模型店最重要的是 就是和老闆探討 未來模型玩具 如何在校園推廣政策 可不可行 這個像老師他們是個人 他雖然也有零售 但是他如果不加入那個工會的話 那個協會 他是創作者自己的一個協會 桃園市很年輕的城市 所以讓大家都有發揮所長 為什麼我會想要把它跟教學 或者是教育 就是做一個結合 增加耐心嘛 專注力 然後對立體空間 色彩啊 所以其實就是有跨世代的 共同語言可以共同生活 其實做出像這樣的作品 不管有沒有得獎 一比賽就有成就感了 從組裝到噴漆 管卡一到接著一到 鄭運鵬實在等不及 也說自己會接觸鋼彈 除了增加親子關係 培養耐心很重要 我覺得可以的可以的 然後摸下去就後悔了 所以你要有耐心啊 你就是慢慢觀察它 不只鄭運鵬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林政賢 也曾帶著張善政和老闆見面 但似乎沒有共鳴 相較之下 鄭運鵬比較聊得來 從興趣結合生活 要增加實現桃園願景的可能性 三十人格子鋼 減紅旗渭文宣桃園